好 各位好 今天來跟各位分享 維克斯中文教學一之五 購物車模組的部分 那購物車模組在哪邊呢 從這加的符號這邊點進來 這邊有一個online store 那我們要先選擇 看要把它加在哪個頁面 今天透過功能測試這個頁面來做 好 上去一點 一樣 我們先調整一下版面 好 那我們把購物車放在這塊這裡 那大家在做購物車之前呢 先把你們所需要的測試產品的部分 先把它選好 先上傳好 這一樣有教學 好 這個意思就是說 chels collection 類似說分類 產品的分類分組的意思 好 那我們先用預設的 好 因為我剛才有稍微調整 所以說正常來講它會 維克斯有一些示範的上面 帽子啊 衣服 褲子之類的 好 那我們就開始用這個 管理的部分 好 那這邊齁 我們就是建立這個產品的分類分組 所以一般比較常用的全部商品 好 這邊就出現了全部商品 再按一個A A類商品 再一個B類商品 再加一個C類商品 這麼做用意什麼呢 那我到時候示範給大家看看 那首先我們在這個A類商品這邊 好 放商品進去 這邊 橘色這個 按一下 然後商品名稱 定價 好 我們先隨便定價 一千 一千 然後產品名稱呢 A01 商品測試 好 選擇圖片 好 我剛才已經先把照片都先上傳了 好 我做 A B C D的分類 好 那我們先把A01 上傳 他可以上傳好幾張照片 然後這邊的資訊的部分呢 這邊 好 這是 嗯 減數 內容 Detail這邊呢 就是 好 詳細 規格 好 好 然後下來這邊呢 嗯 這邊 促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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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商品 好 這邊就零售價跟重量 好 那我們這邊就不寫 那這邊意思就是說 呃 如果你這個商品有 顏色跟size 像褲子啊 衣服之類的 這邊就可以做選擇 然後這邊是庫存管理 好 目前線有庫存量多少 然後我們這邊都把它取消 然後這個就是說 商品能見度 好 如果你把它offline的話 它就不會在前面前台做顯示 好 這樣子 OK 好之後 我們再回到這個collections 這邊看一下 因為這是A類商品嘛 但是呢 我們另外加個全部商品 好 方便好我們管理 好 可以看到A類跟全部 然後你可以看到商品就進來了 那我們一樣再選擇第二類 好 好 好 選擇 02 好 A02 商品測試 一樣 一樣 好 依此類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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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1 01 商品測試 好 1 1 3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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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 2 1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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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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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要嘗試 這個 啊 找到了 要選擇這個 配色的話應該選這個 Gallery style 就是相簿的 那個配色 嗯 背景顏色 我們把它用 試看看 黑色 回色 回色好了 好 好 這是半透明度 啊這個就是背景顏色 好 這意思是說 Background mouse over 就是說當滑鼠移到上面 它顏色的色差 那我們把 用 好那我們來測試看看 用預覽的方式 好 背景就變色了 那因為我們這個 背景其實它是白色 所以我覺得 應該怎麼配才好 應該是 倒過來 把預覽就改成白色 好 按透明度 然後滑鼠移上去之後 應該是要 那邊 灰色 一樣 好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好 原來 預設值 就是白色 好 比較不會很突兀 這樣子 滑鼠移上去就會變色 好 那我們看看 還有什麼可以選 這個 黃色 黃色 好 我們現在讓配色 統一 統一 文字 黑點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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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是 角落 這個圖片角落的 這個角力 力度 如果0的話 是最最鋒利 那我們試看看 調20 它就會稍微橢圓一點 好 大概這樣子 好 這個就是邊框 好 大家可以再試看看 OK 那這個商品 OK 好 那這字要怎麼去改呢 一樣 好 回到編輯這裡 這邊有一個 就是這個 Style Product Page這邊 這邊 這邊可以加一些 社群軟體的一些分享 可以調大 Twitter 好 有間距 然後 這個意思是說 當我們選擇這個 Add to Cart這邊 好 加入購物車 它會 出現到哪個頁面 預設是會關掉 這個 產品 這整個 整個產品 的這個 這個頁面 那 因為其實它如果要完整的功能 必須要成為付費 付費它的商務會員 差辦法 那我們先用測試的這個 好 顯示 確認訊息 按一下之後它就會 多一個按鈕 好 可以看一下 好 可以看一下 好 藍 藍 好 這個是 至中 還可以多測試 用平行的好了 用平行的好了 好 減去快一點 好 那最下面這一行的意思是說 當我們按下這個 買單 結帳的部分 它會轉到哪個頁面 讓我們把它移到這個聯絡我們 好 可以來測試一下 按一下 好 好 如果繼續下逛呢 好 可以 然後 選擇 買單 它就會跳到聯絡我們這個區塊 好 再回到剛才的地方 好 好 設定的部分 這個就是選擇 它 產品排列 方式 大致上應該就是這樣子 還蠻細的這個功能 這個可以改這次 我們把它改成中文 嗯 加入 購物車 嗯 好 那來補充購物車的部分 購物車進來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頁簽 第一個 如果有訂單進來 它會幫你做 嗯 會這邊會記錄 好 這商品的管理 這邊呢 我們可以選擇 喔 付款方式 嗯 目前只有這幾個 好 那我們先選這個 線下 好 嗯 是否需要 嗯 這個 幣田 付款人的名字 幣田 email 幣田 電話 幣田 好 住址幣田 好 那我們的email 可以打上去 OK 存檔 選擇幣別 新台幣 公金 好 所以這個 payment的付法 付款方式還有物流方式 好 coupon 這邊也可以 可以做coupon 但是我沒用過 好 這邊 這邊就是 運送規則 商品 售價 內含稅 勾起來 好 那我們再回到購物車看看 他有什麼差別 好 加入購物車 買單 OK 好 好 那 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謝謝